8月8日,格莱美获奖者、钢琴家、作曲家Alma Akram 于比复丽山索菲特酒店举办新专辑发布会 歌曲《我心永恒》制作人Walter Afanasiev 美宝集团CEO徐鹏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 美国英龙传媒总经理苏林舒婷 Maiton Global Entertainment负责人Larry Neymar 等嘉宾出席此次发布会 出生于纽约的Alma Akram 作为外交官之子 曾在世界各地旅行 生活在法国、古巴、阿富汗等国家的经历 对他的音乐风格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2002年 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OPFIRE 在Bilber上取得了TOP15的成绩 2012年 他的专辑Echo Soap Love 融获了格莱美奖 此张由传奇制作人Walter Afanasiev 联合制作的最新专辑Destiny 将于8月9日在全球发行 专辑共收录12首歌曲 其中首发单曲Here I Am 已于6月21日在Almazon、AirTunes和Spotify等平台发售 Omar Akram表示 很高兴能与大家相继在此 共同欣赏我的作品 此次能与音乐界顶级的音乐制作人、编曲家、工程师等合作是我的荣幸 将近两年时间打造的Destiny 帮助我走出舒适区 并在艺术上挑战自己 我认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我迫不及待地想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 希望能有在全世界现场表演的机会 Omar Akram介绍 Destiny由Shardad Rahani指挥的80人交响乐团演奏 四届格莱美奖获奖工程师David Russas会音 其专辑封面出自于获奖艺术家兼摄影师Glum Waxler之首 除此之外 此张专辑还汇集了业内众多优秀艺术家 包括Steve Oliver的其他贝斯和编曲 Remote Stagnaro的其他 Joe Taylor的鼓 Navid Kandelusi的小提琴 和Remote Isla的打击乐器等 Water Alphanasiyev表示 Omar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他对他音乐风格的奉献出自于对所有音乐的热爱 我非常高兴能与他的新专辑合作 他是一位真正难得的天台 活动的尾声 Omar Akram现场表演了专辑中的曲目 并赠送CD 此次专辑发布会在音乐中圆满落幕 城市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